刀三小姐 烈大小姐 你的身子 我装的 害我担心了许久 为何要告诉我实情 因为当初是你告诉我 御师兄他装了寒昼 谢谢你 能相信我 去年还是一片繁华 今年既是如此景象 让人看着真难过 我爹曾说 这里的梨树 都是由一位奇人在中的 所以这里的梨花都是一年四季常开 他吩咐下人 每日都会过来打扫 但是不允许任何人进来入住 他说是要留给贵客用 但没想到 我爹这才走了不到两个月 这里就已经破败成这个样子 自己常开梦 小时候 我也觉得天下无刀城是最好的地方 我有最疼爱我的两个哥哥 虽然没有见过爹娘 但是我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就算当时我在品花楼 想要买下公子雪 都没有人敢拦着我 可一切都变了 我记得当时在品花楼 可是有人敢拦你 对 他敢拦着我 你这个女人要不要点脸啊 偷头露面花银子买男人 怪不得人家看不上我 男人花银子买女人 就天经地义 就不许女人花银子买男人了 还真是泼了 本少爷今天不跟你一般见识 将来自然有人收拾你 我刀裂香今日就站在这儿 看谁敢来收拾我 好大的客气 你还真以为 天下只有你们五刀城啊 雷霞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关于段雷庄的真相了吗 我知道你只是在隐瞒 你一定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 可是我必须要知道 段雷庄的真相 段雷庄一个人都没有了 真相有那么重要吗 很重要 我曾发誓 我一定要查出真相 还他们清白 就世界很空 天下牛 没有 他的 天下牛 我们知道 很多人都没有寸 也不顾